孩子幼年夭折 承受不了丧子之痛的夫妻俩 订了一个布偶 这不是普通的布偶 由这个魔法师制作 只要碰触这个布偶 就能看到自己的孩子 女人面容憔悴 不敢相信 旁边的老公也说是无稽之谈 这只是一个破布偶而已 魔法师鼓励女人伸手摸摸看 女人将信将疑 伸手去摸布偶 她刚碰上布偶 一双手就抓住了她 女人惊喜不已 她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重获至爱的她 抱着孩子诉说思念 男人看到妻子奇怪的反应 也走了过来 魔法师让她也来摸摸所谓的破布 碰到布偶的一瞬间 她看到布偶 变成孩子扭头看她 诡异的现象 让她劝妻子再好好考虑下 妻子直接决定留下 付款给了魔法师 走之前 魔法师给他们讲注意事项 说房间是孩子生前的家 充满了已是孩子的回忆和印记 这是布偶能量的来源 如果离开房子 布偶就会失效 说着拉开了房门 女人抱着孩子来到外面 魔法师提醒她再看一下 孩子果然又变成了布偶 最后 魔法师拿出一个沙漏 郑重地提醒他们 每次陪伴布偶的时间 不能超过一次沙漏的时间 她的这个魔法就好比不要 超过一定的纪念 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让人分不清现实和虚拟 到时候不碰布偶 都一样能看到孩子 甚至忘掉发生过的事 连找过魔法师做布偶的事 都会忘掉 极度思念孩子的女人 后面果然经常超过时间 男人提醒她 她上前直接打掉了沙漏